大家好 因为有很多留言说我很久没有出来更新视频了 像在这儿也向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做这个研究是要经过实地考察的 最近也是忙于拍摄取景 因为我们要取得第一手的资料 需要到各个地方实地考察才可以得到印证 那我们所有的景点都要亲自走过 为什么说我们叫警教 是要以证据来印证之前我所讲的内容 那这些证据就是天地大景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整理 给大家梳理了一条较为清晰的路线 那这条路线就像我们逛大观园一样 以各种形式埋藏了对秘密的解释 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一一展示给大家 今天我们从洛杉矶出发 从15号高速往拉斯维加斯的方向行驶 那15号高速公路就像人类的血管一样 把我们要搜索的景点都串联起来 15号高速公路的编号和路上出现的很多标志物 不是偶然的都是有意为之 今天我们就要看着15号高速 先看看路网编号的规律 好 看到这张图片 好 看这张图片是15号与215的交汇 我们说15号周际公路叫Interstate 15 简称是I-15 我们说为什么是I-15和215这个分叉呢 我们看一下下一张图片 在英文字母里I是9 在罗马数字I是1 15号公路以罗马数字来说就是115 它是逾越节耶稣就义的日子 那我们说这个经线是对应的 它是与715祝鹏节 一生一死在经线里是对应的 那祝鹏节据考证 据现在的研究认为 耶稣是出生在715这个祝鹏节 主要呢 其实就讲相对之意 一生一死 在犹太历啊 圆周的经线上 一头只生一头只死 因为犹太历中啊 同一天它是实行两种的教法 国力和教力 也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官力和民力啊 两种呢 相差180天 也就是180度 那逾越节的时候呢 是教力的115 就是国力的715 那耶稣生在祝鹏节 教力715的时候呢 国力是115 这两个日期呢 是互相锁定 我国为什么过715是鬼节 鱼栏盆会超度人的啊 其实就是它的由来啊 生死相对啊 两种立法呢 是互相锁定 那这里为什么要设立 215这个编号呢啊 我们再来看 215呢 是佛陀的灭度和老子的诞辰 那两大宗教的创始人啊 一生一死生死相对啊 那再看啊 215呢 与815啊 中秋节是相对的 我们过中秋节吃月饼 其实就是这个含义啊 在圆州上 815与215相对 指向215啊 那犹太历中 215又是815啊 又是这样的一条经线 其实呢 是一种启示 启示将来 佛陀老子轮回转世啊 因为轮回就是生死嘛 那我们以前讲过的香山宝卷啊 就是僧人普明禅师 在杭州天竺寺啊 从8月15入定三个月 三个月满了啊 到11月14 在这一天启示出来的香山宝卷啊 这是在我们先期的节目中 已经提到过 这个香山宝卷 主要是写观世音的 观世音菩萨本行经 就是讲观世音菩萨一生的经历 那另外呢 还有啊 鲁之深也是在杭州啊 8月15元季涅槃啊 都是跟这个日子有关啊 所以在这里啊 为什么是15号与215的分开 好 鲁之深呢 我们都知道是水浒传中重要的人物啊 梁山一百丹八将之一 他呢 在元季前啊 留下了帖子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引用了这个原文啊 最重要的这个两句啊 我们说 忽得顿开金绳 这里扯断寓锁 那我们说 这个 这里的金绳寓锁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说佛经中呢 在讲到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讲到过金绳界道啊 其实指的就是高速公路啊 这样就是一种锁定 我们再来看啊 这个 《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中啊 我也引用了原文啊 在这儿呢 就是讲以前的 我们之前的节目也在讲到过 西游记取经啊 这部经呢 其实就是玄奘翻译的 当然呢 也会有其他的版本啊 但是玄奘呢 是最为广为流传的啊 那东方流离世界的教主 药师佛啊 包括他手下的十二药叉大将 宋景啊 我们之前的节目讲了很多次宋景啊 他呢 其实就是沙僧的原形 沙僧的这个造型啊 他就是出自本院经理的 真达罗大将 卷帘大将 打碎了玻璃斩啊 也就是琉璃斩 被伐下至沙河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这原文啊 在这儿写 这一段呢 就是写 佛呢 介绍东方药师佛如来的国土啊 琉璃为地啊 就是在地面上涂了一层 那我们现在想一想 现在的高速路 其实就是水泥上 铺了一层沥青啊 跟琉璃是非常相似的 外面也涂了一层 金绳呢 作为地的边界啊 那现在想一想 现在的高速路 两边的护栏啊 全部都是这种金属铁 它靠它联系起来的 作为道路的边界啊 包括这些防护网 然后城 雀 宫格 宣窗 罗网 那高速路啊 就是这样纵横交错的交通网络啊 最后说与西方阿弥陀佛的国土啊 等无差别是一样的 但是呢 构造稍有不同啊 那我们说 为什么这样涉及高速路啊 其实都是出自佛经的这个预言 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那鲁之身所说的 顿开金绳扯端欲锁啊 这个路相互交织的时候 就会锁住了 高速路呢 东西方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种对照 一种镜像 好 我们接着往前走啊 在这儿呢 我们说与215相会 刚才也讲了它的含义 那其实在拉斯维加斯呢 也有一条215啊 是拉斯维加斯的环城公路啊 拉斯维加斯呢 就是在环城215的包围之中 那我们说15号啊 一直到拉斯维加斯 与93号公路相会啊 向右转呢 就是湖佛水坝 向左转呢 就是51区啊 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呢 都会带大家去看一看啊 那我们说这条路啊 115也有愉悦节 它指向大脚印的 精维度的这个含义啊 这条路上啊 其实还有很多的牌子 也有不同的这个含义啊 比如啊 这天我们看这些 我的视频啊 这条路上的限速呢 是70 最外侧啊 大车的这个限速呢 是55 还有它的广播的频率啊 是1610 还有一会儿我在路上 还会有一张图啊 就是拍的这些图片啊 就是加州的地图的形状呢 也是啊 就是特别像一个 大脚印的一个形状啊 其实这些 我说所谓的这些 设立的牌子 都是有讲究的 对 看一下这个 这就是70的这个限速的牌子 然后最外侧呢 是55 前头还是有记录的 另外还值得一提的就是 15号报警的救援电话啊 是511 这有55的牌子 因为我们知道 在美国啊 其实救援电话 应该是打911的 在这条15号高速公路的啊 它的报警救援电话 你是打511 这是有别于其他的地方啊 这 这就是路上啊 因为我拍了很多的牌子 可以沿途 我们在这看一下 它所有的编号啊 其实都是根据这样设计的 因为我们说路网呢 其实就是一个经纬啊 这就是刚才我讲的 这个大脚印的这个形状 可以看到加州的图形啊 我们就是在这稍微停了一下 然后继续向前走 因为在图中会拍到 很多很多的这些路牌 有含义的路牌啊 好了 现在我们看这个出口的这个 是什么出口啊 在这里看一下 这个非常清晰啊 我们现在先记一下 一会儿我会在PPT中讲解啊 这个呢是出口是179出口啊 它是向58号公路出去了 然后继续往前走呢 其实就是为什么 我在讲这个路口啊 这个就是它的覆盖的这个广播啊 是1610AM1610啊 在这个图中有非常多的这个牌子 指示牌啊 告诉大家这个编号是1610 另外这个出口呢 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会从这里出去啊 247公路 然后呢这个其实是第183号出口 在前头我们可以看到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牌子 我们再来讲解 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啊 这是我截取的刚才视频中的图片 比如说这个限速70 然后呢最旁边大车道是55的限速 啊还有这个啊 我截取的图片 它AM啊 这个radio它是1610它的频率 啊还有这个加州的这个大脚柚的一个形状 加州的地图 啊我说为什么是啊 这样I15啊 其实呢就是115 将加呢是16 然后55的限速呢 其实加起来10 这个AM的是1610 其实都是在强调1016这个数字啊 好我们接着刚才看刚才那张图片啊 我截取下来是179出口啊 它是与出去向58号的公路走 然后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为什么设计会是58啊 我们来看一下啊 58与58相加呢是1016啊 也是前两前面和后面分别相加 这个179呢也是啊 这个相邻的数字两个相加 出现的1016这样的数字啊 还有这刚才就讲到了183出口啊 是往247公路走的 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啊 巴斯通方向 好了 我们说为什么是183出口啊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啊 这个也是在我们的以前视频节目当中讲过啊 这个各个方向 我们说NSWE啊都是四个方向 它的英文字母分别代表14 19 23 5啊 相加得61啊 但是还会有东南向西北向 这个又是四 因为我们说的是四面八方嘛 这个方所有的方向的加起来是120万 所以呢把我们这个八个方位啊都相加是183 这是我们在原来的节目也是讲过了啊 为什么是183号的出口 好了 再看啊我们说 呃 因为我们说183啊 还可以看作是3月18 那我们说3月18呢 这是个什么日子呢 它是一年当中的第77天啊 那我们一年当中倒数第77天是什么呢 就是10月16啊 这是两个天数啊 呃 再看下一个啊 我们说这个318天啊 第318天啊 是呃 11月14是正数的第318天 2月17呢 它刚好是倒数的318天 好 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是这样的出口啊 因为我们要呃 刚才也讲了 我们其实今天是要去往66号公路的啊 那从这个179出来呢 但是在巴斯通这一段啊 它66号和15号公路啊 它是并行的 那从179出来晚58号交汇 那58与66相交 这样出来的数字是1114 那再看下面一个啊 247 那我们说这个出口呢 是183 刚才我们也讲了这两个出口啊 它呢是呃 15号与247出口啊 在我们看来家的 他们相加得出的是12月15 25号啊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圣诞节 那这个同样啊 我们说1114和12月25啊 这是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日子啊 好 我们一直在强调啊 1970年10月16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汉典万年历啊 我截取了一张图片 看到它是什么日子啊 是1970年的11月14 是西 呃 应该说是西方的这个案的计数啊 它的音历呢是1016啊 这个在我们这汉典万年历里都可以查得到啊 再看一下 它的是回历啊 是9月15啊 现在也就能解释 刚才说的这个爱呢 是字母当中 在英文字母里是9 为什么可以也可以看作是915啊 还有这个所有的数字啊 都是能在这儿能汇集起来 好 就是我们再讲啊 伊斯兰历的9月15 犹太历的2月15 基督教的也就是我们平时的这个日期啊 是1114 英历呢 也就是我国来说的日期是10月16 都是指向1970年的10月14 英历是1970年的10月16 好 在这里啊我也想要提一句啊 因为我们这个51区 也是在我们后几期节目要要去的地方啊 那它呢是有一个进飞区呢 它这个进飞区呢 是一个盒子的形状啊 四个角定空中进飞区的编号啊 分别是85976673 我们呢这样 数着相加啊 就得出来1114和1016啊 因为我们说这空中就是一个盒子啊 就是像一个盒子的形状啊 飞到附近呢 就要是离开呢 因为这是空中的边界啊 那51区的编号呢 其实附近并没有49和50 其实就是这样特意这样设计的 好 我们接着啊 从183出来啊 我们就要开往66号高速公路 66号公路啊 我们在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 66号呢 它是美国国道啊 它是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 时间于1926年11月 它是携贯美国版图的 起始于伊利诺伊州的芝加哥 一直到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 后来延伸到Santa Monica 跨越八个州三个市区 全长 全长是2448英里啊 66号呢 它曾经作为通往美国西部的主要通道啊 就是在这儿呢 我们现在已经拐进来 这个是66号 沿途的留下了很多就是遗迹啊 能在路边看到就是66号 然后你看那个有一个车的牌子啊 就是巴斯通 因为我们现在是从巴斯通出来的 因为在20世纪30年代啊 对沿途许多地区的经济帮助非常大 靠这条公路经商的人们 由于公路的这个出名而逐渐富裕起来 也是这些人啊 在66号公路被洲际高速公路系统取代时候 奋力争取这条公路的生存 最后呢 但是还是由于这个利用率逐渐 这个降低啊 被取代 而在1985年6月27号啊 被正式从美国国道系统中删除啊 但是66号公路啊 作为一代人的记忆啊 称为美国风景名胜公路啊 在99年的时候 克林顿总统签署了国家66号公路保护法案 拨款1000万美金啊 作为基金用于保护修复 分布于公路不同路段有历史价值的景点啊 经过各方的努力呢 原本已经消失的美国66号公路呢 又重新回到了这个地图上面啊 这个啊 经常你看在路边经常看到 这是66号汽车旅馆 66号还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博物馆啊 就是很小啊 但是呢 这个看旁边有很多涂鸦啊 这就是以前留下的这些遗迹 我们就沿着这个小路啊 一直开 我们这样呢 来到了一个 我刚才说的来到了 有非常多的这个遗迹啊 在这个都有 这个小广场啊 有是66号公路的很多标志啊 有一个塑像 我们在这儿停留了一小会儿 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啊 来 这儿呢 是有一个 印第安人的骑马 一个雕塑 然后呢 远处呢 其实还有一个房屋啊 这个自由女神像 因为就像我说 还有它的钟表 你看也是圆的 最那个 就是那个1041的那个小房子呢 是一个卖水的 一个小卖部啊 我当时也进去看了看 这就是沿途 在这里看啊 你看那个 就是房子上面 是自由女神像 我们看在这儿啊 我们说自由女神 其实就像路标一样啊 包括你看灯的啊 在这儿看到这个 前面啊 有这个灯 和钟表的这个造型啊 这个灯呢 是在中间啊 上面就是自由女神 它举的不是火炬 是一个灯 再看下面这张图片 就是一个人 他的他的头啊 上面也是一个 一个灯的形状啊 其实就是一种启示 旁边呢 就是一个路 我们刚才看到了 这就是前面的这些 你看这个人头上面 也是一个灯 然后他的头顶上 也是一个灯 这就是路 说人上面的灯呢 照着人的头 就是一种启示啊 人上的也是一盏灯啊 最上面又是 自由女神像举着 刚才说了火炬 不是灯啊 不是火炬 是灯 其实都是神 对于人的一种启示啊 那路呢 其实就是这个诗篇 42篇中 我的心切勿 你如路 切勿吸水啊 路其实就指的脚印 指的就是参数期 其实我们说 66号公路 其实就指的 圣经66卷 跟刚才就这个马啊 我们刚才也说了 看到这个马 那这个底座呢 你看那底座 也是这种 经纬包裹的 这样的一个灯的形状啊 包括马的四个蹄子 其实就是指的四柱啊 指的就是 启示录里的四匹马 其实都是启示的 你看那个 四边的那个 也是经纬交错 这个灯 还有刚才 就是它的形状啊 这个雕塑 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有66号 看那个灯 就是经纬包裹啊 就像经线尾线包裹 中间有一个灯 还有钟表 也是圆的钟表啊 我们就说 在这个圆和经纬交叉 这是在我们 非常非常 就是警教里 非常明显的一个标志 好 我们呢 看一下啊 我把这个图片啊 截取了几张 这就是美国66号公路的 线路图啊 从芝加哥一直到了 这个洛杉矶啊 很 它是写惯美国版图的 好 这是一些图片啊 这是 这是一个他们在当地的一个小餐厅 它路边啊 我们说 这个有很多的这个房屋 还有 还有 它因为本身是沙漠啊 这都是一些剩下的一些图片 好 这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小广场上 照的一张图片啊 就是66号公路的一个小纪念的一个小广场 好 那我们在这还要提一句啊 我们看到这个啊 上面这个两个方块啊 这个上面有很多的这个 呃 就是方圆相交的啊 我们说在美国西部居住人 其实都经常会看到啊 无论你去任何一个地方的plaza啊 其实你都会看到这样 就是为为以方圆为主的这种方形的这种标志啊 虽然是千变万化啊 但是呢 都是以方圆为主 其实这就是一个标志 这个呢 就是聚集的地方啊 以后我们也会专门做一期就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啊 还有啊 非常巧合啊 这那天我们在那停车的时候啊 出现了 就是我后面车有一个牌子啊 就是7379啊 我们也是相加 把它相加起来啊 也是出现了1016啊 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巧的巧合吧 那我们下一期呢 就会呃 沿着66号往玻璃瓶森林 那我们期待下期